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晚上好 跟着月亮走 兔子跟着月亮走 小兵跟着兔子走 小兵也跟大家一起 跟着月亮走 今天你们没有发现我的直播室又换了一个地方 想不到我的直播室竟然最后遇到这里 我知道灯光不足啦 没办法啦 我现在躲在一个地方是肯定那个WiFi是最好的 因为WiFi就在我的外面 这个就是客厅 这是我的露台 后面有我的鱼儿 很大的一只鱼 看到了没有 然后那边是我的小花园 我关在这里 好处是我的家人在外面走来走去 也没有关系 不好处是灯光要改进 我知道 背景没有办法 就是这个鱼缸 暂时就是这样 如果这个地方 网路 线路都好 白天晚上我都在这里直播 一直到我的书房 装修好 哇这句话真的是有一点 有一点好像很有很有大字 要把书房装修好 因为书房要装修成为饭厅 将来饭厅的桌子就是我直播 然后那些书架要想办法 那些书 Gaguni都不要 Gaguni对我们新加坡人来说就是 捡破烂的都不要 书都不值钱 他们要报纸 杂志都可以 就是书不要 哎呀 书只有能够送给人就送给人 不然你要我怎么办呢 你们看到我这边真的是很好笑的一个地方 但是我倒觉得还不错 有草 有花草 有鱼 然后 哎呀就是这样了 这个是另外一个背景 被我捕捉到 我家里想不到后面还有一样东西看起来还像一样 因为这个鱼缸嘛 你看看这鱼多大只 我买来的时候吃小小只五块钱 现在也不懂值多少钱 这个不是什么名种鱼 但是很大只 好像叫Cobra 反正我很疼它就对 然后我还有 你里面还有一只是那个 细肮脏的 那个叫什么鱼啊 他们两只是欢喜冤家 逛了给他们吃东西的时候 他们两个就 就皮子要吃掉皮子 所以我每天喂两只 不要忘记 我在我的网友当中有些爱猫的 有猫跑到家里当饭厅 当它的客 客店 它还让猫进来 我的家的外面曾经有一只猫苦苦哀求要进来 我们绝对不能够让它进来 为什么我不养猫不养 就是因为我告诉你们 我的鼻子对这些 动物的毛有敏感 特别猫啊 金尼笔 我不是跟你们讲了 我养了一只金尼笔 我每次就是 鼻子一只 鼻塞啦 流鼻涕啦 敏感啦 红肿啦 后来那只金尼笔一老死之后呢 我的鼻子就好了 所以这种鼻子敏感的问题 真的是很严重的 最近我去找我的理法师 美法师啦 不是理法师 她说她的孩子 今年中二 现在国防部已经写信告诉她说 将来要当兵啦 准备怎样啊 但是妈妈很担心 妈妈为了要让她的孩子能够 应付未来的国民福育呢 就让她去学游泳 哦我不知道现在原来 学校学生学游泳 是十个学生里面 八个都会游泳的 我们那个时代是十个学生里面 只有三四个会游泳 所以大部分的学生都会游泳 所以妈妈担心说当兵 可能一定会要上游泳课嘛 所以现在就给她游泳 但是她一直鼻子敏感 常常流PT流的很厉害 甚至有出血的 然后也看专科 但是就是看那些诊所医生 我说不要 赶快给她去看专科医生 存个医药的底 搞不好当她需要去当兵的时候 这些医药报告是让兵营来决定她 合适不合适当兵啊 我跟她妈妈讲不要开玩笑啊 当兵不是 鼻子药绝对能够不会有问题啊 因为什么呢 因为你去森林里面作战啊 然后你去爬那个冰缸 就是我们所谓的一个山丘 那些尘土 还有战车啊 你会遇到的 对不起啊我拿一些东西掉了 毛巾 然后 这些都会对鼻子 产生很多会使到她很辛苦 如果她没有医药的底的话 他们要downgrade她都不容易 downgrade的意思就是让她 调派她去普通的 普通的职务啊 不必需要去作战部队 我跟你讲啊很多父母都不希望孩子当兵的 不要因为我们这边每个都很想当孩子自己 孩子当兵 因为总是发生一些意外啊 我不是说孩子当兵一定会发生意外 但是的的确确会发生意外 而曾经新闻也报告 这不是假新闻 说父母的说我要以防万一嘛 帅帅就是我的孩子怎么办 所以我作为 哎呀讲话 我从来 我从来也不要去勉强别人 说你的孩子当兵一定是没问题的 我不敢讲这些话 谁敢打包担说哎孩子当兵没问题 我当兵都差点半条命了 我哥哥两个哥哥当兵没问题了 我当兵有问题啊 我哪里敢跟那些家长说 哎你孩子当兵一定没问题 新加坡清退 所以No.1 但是我敢跟他讲说当警察部队 比较好一点 当国民服役的警员会比较好一点 这是我的认知啦 但是说做国民服役的警员有没有问题呢 也有啊也有国民服役的警员 在葬干的时候 举腔致敬啊为了爱情感情的事情啊 所以很难讲 但是你因为身体的状况不好 你一定要去 去专科医生打个去看病 然后留个医药的底 将来去当兵的时候就可以跟那个面试的官说 我的孩子有这样的就是我有这样的毛病 你们认为你们可以拆派我去哪一种军种 可能不用那么辛苦做作战部队啊做文书也好啊 对不对 每个人都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当兵的 爱国是爱国嘛 但能够免就免啊 有些孩子没有当兵啊 有些 有些大人物的孩子也当兵当很简单的兵啊 不是说他们特别啦 他们真的有问题吗 就是他们大人物懂 怎样去 要孩子去看医生啊 那我们这种小人物也没钱 没钱也不要紧 去看诊所 通过诊所 转移到专科医院 然后就慢慢看咯 那你知道孩子们啊 爱美 学生时代的时候 在新加坡的孩子们 他们能够照顾牙齿 学校有些牙医 但是很多孩子的父母不明白这个道理 孩子的牙齿不整齐的时候 你一定要去跟他矫正嘛 是蛮贵的 但是那个费用怎么讲 比起私人牙医来讲是便宜很多的 而且要排队 我两位千金就是当年就是这样啊 几千块 如果你私人的话 可能收你十多千也可能 一万多块也好 我大女儿就是这样啊 而且她的牙齿也两只腐牙嘛 Dragura T 我还要去动手是扒掉 好痛苦啊 那当时是 不过你孩子是很特别的 他再苦他也不苦的 因为你跟他讲 你要美嘛 你要美你就要矫正你的牙齿 不然以后你的牙齿 兔子牙啦 Dragura T 你要男人都没有看到你都吓到了 对不对 以为你是 所以他们两个就很听话了 从中学时代还是小学时代就开始 几年的时间矫正啊 起初矫正牙齿真的很痛苦啊 因为他要放那个牙齿 那叫什么 牙什么 牙套什么 牙套 哇 转紧他很辛苦 要矫正他 要扒掉一些多余的牙齿 这些都是 这些都是在随身时代 我们能够去准备的 哇 你们听到外面有那个摩托声 就是因为外面是露台啊 这个我没办法 这个 这种是很自然的声音 这边 这边的好处也有一个好处 就是风很凉 这个露台 外面的风吹进来 我还蛮凉的 不必流汗 好 你看学生时代 其实家长对孩子 能够想办法去照顾他们 不要整天只是问他们成绩怎样啊 读书有没有读啊 考试测验及格不及格啊 老师好不好啊 关心一下他们 他们孩子们都爱美第一 要照顾他们 他们要美 他们爱美 不管是男生女生都爱美 你不要就觉得他们 不像样 你也爱美吗 我也爱美吗 孩子们要有足够的零用钱 你不要整天想他们哪零用钱就是乱乱来 慢慢的你就知道他要零用钱 你可以 比如说他要买一样东西 你没办法给他这么多 你也不希望这样一笔钱给他 你要鼓励他 鼓励他做一件事情 然后你跟他说我也 你也 鼓励他 去打个工 打一份假期工 然后你说你不够爸爸 补上去 让孩子们有 不要 不要 不要认为他们 要拿钱 你就 整个脑子里面 就觉得是他们就是乱花钱 千万不要这样想 现在时代不一样 你不要看到你的孩子说 要去买那些模型啊 冰啊 买 买一些 电脑的东西你就一直责备他们 不要 去了解他 当然很多孩子是 哎呀不要讲了 最可 最怕就是孩子 把钱拿去抽烟啊 去做一些不该做的事情 股博啊 这些是我们担心的 但是 你要让他使用那笔钱 不要让钱来使用他 所以他不可以成为钱的奴隶 那你就不要 让他觉得钱是好像很万恶这样 拿到钱好像 结果你 你没有办法给他 他又不明白钱的意义的时候 他会去偷去抢 那到时警察上门的时候你就傻掉了 为什么我的孩子会这样 那有些孩子 有些父母又 溺爱孩子给太多零用钱 这也是不对的 零用钱真的不要给太多 你大概 但是 我是 认为啦 这是我过去的经验 你要如何给孩子零用钱呢 不要每天每天这样 给他 有一点 呼喊啊 这样 那他有时买东西 很难啊 你明白吗 你让他管你钱 你给他一个星期 比如你一天给他五块钱 你一个星期就给他三十五块 那礼拜天他要跟朋友出去 给多十块给他 啊 六天五块就三十块 礼拜天十块就四十块 如果他有特别需要要看戏什么 你就满足他 问他看什么戏值得看嘛 我的意思是说钱方面 除非我们真的没有啦 那没办法 你要让他了解 好像当年我 我了倒的时候 我 我女儿大学 她还要跟 大学借零用钱 每个月三百块零用钱 每天十块的 我女儿每天十块零用钱的 大学生的 那不是很久的事哦 那大概是200 03到06年的事 03 06 差不多12年前 一天十块钱 我还要跟他借 因为水电被割 那时候我家德士 我赚的钱不够 因为我 我花很多时间做那些义工 我花钱做义工 我当 我家德士 我去监牢里面 去做一些辅导 去帮助他们 你去进去监牢 要一个小时 出来要一个小时 一个小时是 进去的那个程序 出来一个小时 两个小时 你见他们大概一个小时 所以你去 见牢从两点去 大概出来的时候五点 你可以大概要交车了 就是我 我当天只可以叫半天的车程 吃了一个午餐 就是赶去监狱里面 一个礼拜 两次到三次 下午的时间 在同行当中 很少人愿意做这些事情 但是我的确也挨了 我挨了三年 我在德士三年 我大概 很快我就做这个义工 所以别人家德士 可以赚大钱 我家德士就是 啊 当时能够赚一千五百 好像平均才赚一千五百 要养整个家 两个女儿读大学 一个女儿读大学 一个读中学 然后一个太太也没工作 后来她有工作 所以很 那时候真的很吃力 当然 我最大的恩人是谁呢 恩人 不是人啊 我的恩 我的所谓的贵人跟恩人 就是信用卡 就是那些银行家 我这个这样讲嘛 是银行家发明信用卡 我信用卡 真的卡路 我真的曾经是卡路 我一直到五十五岁 拿了工具金 我才不必做卡路 五十五岁 我现在六十 五年前 那为什么要跟 欠信用卡也不要欠人 欠人要还人情 欠人的钱又不好 欠的不还又不好 欠了人家不要你还也不好 欠卡咯 利息高 谁不知道 但是的确是我的恩人 最少我没有欠人 我没有欠人 我只欠卡债 那还清了 我很感恩 现在我没有车了 没有驾车 哇这个这个 你没有驾车才知道原来 我们的政府 这个车啊 养这辆车啊 真的是比养老婆还辛苦 也不会输给养小三啊 我才一句不好听啊 如果 你们当中有人养小三的话 当然啦不要养那些很贵的小三 养那种巴掌啦 那种 甘永平南啊 泰国的 对不起啊我这样讲没有便宜啊 因为那些生活水准比较低 你不要养一个巴黎的嘛 养一个 养一个英国的 养一个法国的 当然很贵啦 日本的 韩国的 当然是贵的 养一个比较 附近 我这样讲没有贬义啊 对你的人 我只是说 养车好像养一 养小三这样 痛苦啊 我跟你讲起初没有驾车的时候 我真的也是很痛苦耶 哇 啊 船能吗走路 天天驾车哦 没有走路啊 等到你没有车 你要 要 搭这个公共汽车的时候 公共巴士 公共地铁车的时候 地铁的时候 这个你才知道说 哇 你会喘 因为从一个地铁站 要换另外一个地铁站 好像我现在念书这样 我不瞒你们说 我先要搭一个 转乘巴士到地铁站 再从地铁站 搭到 搭到 一个地铁站里面 我要搭那个青葵 LRT 到另外一个地铁站 再从那个地铁站呢 再搭一个地铁 到我的学院去 哇 一共换了三四次 平时我上班大概也是要换 一两巴士 然后 两 地铁站 要换两次 走很多路 站和站之间 要走路咯 不好啦 走路你就觉得说 但是很多人说 哎呀 你走路去地铁站 换地铁站 那不算运动 你要真正的去 做一些有氧运动 的确也是要承认 好 我告诉你们现在 我对着你们 这一个上面 是我的跑步机来的 他拉下来就是让我跑步 但是我这个年龄已经没有跑步了 我是上步 所以你想想看我的直播室竟然是在这边 我不懂 我希望效果好 我看到很多人进来 直播站 我真的要谢谢你们 今天我有很大的信心 蛮多人进来 我没有办法一一称呼你们 我都看到你们 谢谢你们 你们当中还给我爱心 给我赞 证明 证明是 你们真的是 在高雄 我认识了韩国瑜 也认识了你们 这一群网友 当然也包括一些 原本在新加坡的网友也 也在里面 我也谢谢他们了 他们刚才也是进来 有一些进来 好像不多啦 有啦有几位 新加坡的网友 但有一些是台湾的网友 彼此可以相 可以认识的以后 你们都是很好 你们 既然 有人 有一个网友 叫我 告诉他地址 他要寄韩国瑜的T恤给我 我 我无功不收入啦 我无功不收入 所以我说 等我明年去高雄的时候 当然我去高雄我可以买 那现在有一个厂商 他准备把韩国瑜的一些 纪念品跟衣服跟帽子 的样本给我看 看要不要跟他直接订购 那也好啦 因为我 我真的也不想在淘宝订购台湾的东西 有点怪怪的 去淘宝订购韩国瑜的T恤 哎呀 坐不下啦 让高雄人 赚我的钱好过 让淘宝 淘宝不缺顾客 对吗 淘宝有 大陆的顾客 有我们新马一代的顾客 淘宝有淘宝好的东西啦 就让他们赚 他们该赚了 赚了韩国瑜的纪念品 我买了我之后 我自己都觉得 所以这个姐妹她 有一个姐妹她现在多几天 听我的话 我不是上阵子跟你讲 如何网购 她就真的听我的话 去邮局问 那个邮费多少 包火啊 重量啊这些 然后她 可能我就成为她一个 海外的第一个顾客了 当你做了你有信心的话 你就会继续的做 好像那个花莲 卖我 已经卖我肥皂卖了三年了 从我上一次去花莲到现在 每一次 我们跟她订过的肥皂 大概一百多元 新加坡钱 一百多块 快 然后我们夫妇 我们夫妻两个用一年 然后我们每一年订一次 然后她的肥皂真的很好 当然不是什么 不是美容香皂啦 但是是属于那种 有记忆的好的肥皂就对了 我不管了 她在买肥皂 她说什么我就查这些 我要信任她嘛 对不对 我们男人哪里有去理这些的 我在理的时候 我不是变成姑娘了 我又不是姑娘 她是真的是查的好 这些没有 这个皮肤方面 人家看的时候 哇不错啦 你看起来不像一个六十岁的人 我跟花莲呢 台湾 台湾的花莲 那个先生她是替妈妈 她妈妈年纪大了做这些 手工DIY肥皂 就是手工 homemade的肥皂 然后我们就跟她买 你们叫香皂 香皂 就跟她买 然后她开始网购咯 开始订购 我是觉得很好 只是台湾应该有一个平台 我希望韩国语可能 可以不可以 不知道啦 在高层可以不可以成为一个平 一个平台嘛 像阿里巴巴这样 一个网购的平台 有没有一个季中嘛 所有的台湾产品 好像一个阿里巴巴在中国 一个淘宝在中国 一个什么什么什么 你们很多网购世界 我不懂台湾有没有 我觉得应该要有一个 让我们海外的人都可以订购 没有 然后因为台湾也蛮大啦 不要说也小也不小啦 比起中国当然是小啦 但是整个台湾弄一个网购世界 把所有台北台中台南 各各县市的这些物品 能够集中起来 然后可以做网购 然后我们海外的人可以订购 然后运输到我们这边 应该不是太难的问题啦 主要是那个 要有一个平台咯 去处理这些问题 是不是 政府可以带头了 高雄政府可以想 哇这个韩国瑜他们 真的是天天都有点子的 他们除了打压对手 没有点子之外 因为他们不要打压对手 所以就不用想 不用想尽办法去打压对手 好好的经营他们 所要经营的这个经济 3月韩国瑜来新加坡 签了这个农产品 跟新加坡的这个厂商 过后要去马来西亚 他说得到做得到 把台湾的蔬菜农产品 鱼产品销到向南销 新加坡马来西亚开始 中国大陆 希望他真的是 能够让这些农民们 渔民们能够有一个好的收入 然后呢打造整个高雄 建那个暑假的青年营夏日营 如果能够去建夏日营 表示年轻人有年轻人的地方做营会 年纪大的乐龄也可以做一些乐龄营 都有可能的 然后找崇尧女士 做这个高雄爱情恋的这个顾问 最近的消息 寒冰可能成为崇尧这个爱和故事的 爱情故事的女主角 我知道也是会面对打压的 对不对 你叫白冰冰也是 你叫白冰冰唱歌被打压 你叫白冰冰演戏吗 不敢唱咯 一定被打压咯 演阿嬷可以啦 演女厨绝 爱情故事有点不可以 那找年轻的就找寒冰 一定说啊 到时说啊 市长的女儿 人家真的有料咧 我看过这样多这些候选人的孩子们 哪里有一个像 韩冰还有他的那个妹妹 一来 一开始就帮爸爸打这个选战 打这个网络的选战 年轻人最厉害就是网络 结果你看 然后你看他的访问 讲话很得体的 就在他的云林的那些 所谓的贵族学校里面 栽培出来的 要被这个贵族的两个字 以为说他们就是不可一世 没有 他们知书达理 所以你看这个嘉芬 韩夫人他 经营的这个云林的贵族学校 双语学校 真的是对台湾有很大的一个帮助 最少让这些孩子能够走向国际 你看他们看得到的这些东西 但是又是被打压了当然 但是这套东西假如带来高雄的话 对高雄是有利的 我告诉你到时候很多孩子 很多很多北漂的人 什么漂路漂北漂的人 都愿意把孩子带回高雄 因为这个时候不回高雄的原因 很多是留在台北 因为基本上他们觉得台北的教育 体系是比高雄来的好 所以这些都是韩国瑜现在 目前一步一步在做 然后啊 那个王世坚那时候 开玩笑说如果韩国瑜当市长 其实韩 其实讲一句公道啊 王世坚没有说他要跳河啦 跳河 只是当时一直口误一个比喻啦 结果就被咬到现在很可怜啦 然后他们竟然在爱河 有人就模仿 就是模仿秀里面 模仿王世坚这个 议员的 的样子然后去跳爱河咯 但是现在可以发展到 他们要把爱河 弄成一个比赛咧 跳河比赛咧 原来在其他的国家 已经很文明了 你看 这就是创意 这就是创意 不必 我跟你讲你花多少钱 请人来跳 请人来跳河 跳楼不可以啊 你花多少钱请人来跳河 你安排他赤住啊 hotel啊 没问题嘛 住宿啊交通你可以安排嘛 不是什么大问题 飞机票送给他的没问题嘛 讲一句不好听啊 我不是灭自己的威风 比花那个 比 贵国我们 花那个f1 跑车 你要去世界知名嘛 当然啦我们的f1老实讲 世界上也成有成为非常著名 因为是第一个夜间的赛车 我不可以磨灭 磨灭这个f1带给新加坡的所谓的生意 但是也造成很大的冲击 因为那些 当f1进行的时候的那个期间 Marina Bay的那边的生意都没有人 没有人去没有人敢去 我就是曾经在f1取办期间到那边 参加一个晚宴婚宴 哇那边的商店我告诉你走过那个化妆的 当然那个百货公司 底层不是化妆师咯 全部都是化妆师在照镜子 自己在自己替自己打扮 没有客人一个都没有 所以 到底 制造什么商机我也不懂啦 门票又贵 到现在你们有没有 我不懂你们网民们 新加坡的网民们有没有去看过f1 坐在那边好像要几千块 站着走路也要几百块 声音又吵得要死 而且f1比赛真的是有点boring 诶 真的很 其实我跟你讲我去过澳门 澳门这个赛车比赛已经几十年的历史 他们有历史 是历史性的一个赛车 他们是不是一级方程师 他们是 三级还是四级方程师 然后他们还有其他摩托单车啦 还有 汽车啦 这种各式的车型来进行比赛 就在那些 穿梭的那些赌场 因为澳门有几十个赌场 主要的几个赌场 普京啦 那个 金沙啦 那他们也有一个金沙 那些那块地方 很热闹的 而且 随时可以看的 我记得那时去我跟我太太去 外面有赛车咧 我去看了我们就在那边看了 当然是非常远距离啦 因为安全安全的理由 但是蛮好的 人家也没有 就是比赛的过程非常精彩的 你因为 F1比赛你看啊 跑几十圈跑到最后 过了一半啊 剩下那几两架在那边跑啊 没意思啊 而且你要新加坡的赛道是你要 穿越 穿越 你要越过对方是不容易的 所以很闷啊 有点闷 真的 F1比赛真的比 比看一场NBA basketball还闷 那是 那我跟你讲啊 你说我们赚钱吗 我都不认为赚钱了 因为我们现在阴阴城还撑多四年嘛 还要一两年什么 大概没有了 我猜是没有 其实有听说民间有人愿意出钱 建造 在一些偏野的新加坡的地方 建造这些赛车道跑道 其实我个人觉得是应该要 Motorcycle的比赛 然后也可能 其他的什么 比较小 比较没有这么国际性的比赛 让人民有多一种 运动的选择嘛 小时候我们就看赛车啊 我到现在还知道啊 日本有名的那个赛车手 本桥明泰啊 小时候我就在那边听 我们没有办法到现场 听那个收音机 在那个Upper Thompson Road那边 九曲十八弯啊 什么 BRBB 非常小时候就很迷这些赛车名向 但是因为赛车本身被 当局认为是 让这些年轻人 赛车就超速 超速就会造成 车祸 所以是不鼓励的 很多东西我们都不是很鼓励 全赛也不鼓励 但是你发现 现在新加坡 自由搏击哦 比赛哦 那个什么 有一个女将 现在的打 现在已经不是传统的拳赛哦 也不是那些 什么空手道啊 跆拳道 也不是什么摔跤 这些都过时了 现在是自由搏击 非常好看 好像在一个笼子里面比赛 新加坡有一个女将 拿到冠军 一直威冕威冕这样 所以这些这些运动 你什么都怕哎呀 就什么运动都没有啦 就是这样简单的 有没有可能 在新加坡和跳河 好像爱河这样 所以韩国医的这方面真的是 哇我有一点有时觉得他们 不过有一点我自己提的意见 我知道现在那些代言人都不收费用 观光局长每次就是提醒 因为他们很大 所以你看有压力 选票能够 哇真的选民很大的在台湾 哦 因为每样东西人家就问你了 你花多少钱做这个东西 我告诉人家我不用花钱了 这个代言免费的啊 安心啊 这个陈文倩要来了也免费的啊 这个从妖女士当爱情 这个爱河的 爱情戀的顾问也是免费了 白病病还有涛药包拍MV啊 但是你一直跟人家讲免费免费免费 每种敌对者就是 讲一句 就是这样的 你 你讲什么都没有用的 你讲免费 她说你不要 说免费也要免费就可以休息 Psalm Hel exclusive me 免费就可以不不必做的好吗 免费就可以这样没有质感吗 啊就是这样 你做什么都不是的啦 你免费也好 你花钱也好 没有用的 不相信你看接下来 真的从要真的请韩冰当女主角的话 他比林青霞美吗 一定是这句话 他比当年的林峰娇漂亮吗 又是这句话了 他有质感吗 他能够代表年轻人吗 是不是因为是韩市长的女儿 所以就应该做女主角 他们是不是有 你看就是这样啦 就是讲的有跟没有 但是你看到 现在年关要到了 拜年 一样新加坡也是 交通 这个会拥挤 因为北漂的人都回来了 很多人都驾车回到自己的高雄市 所以你看他们道路现在已经铺了 哇很快哦 一直在做 一直在做做好的 所以这就是一个政府让人看到 还有一个 我听到我也是觉得佩服 韩市长另外一个办公室 将选用在凤山 三三是他这一次胜选最大的一个地方 所以你说韩国瑜跟王金平 哇现在我就讲另外一个课题了 将来会不会有合作的机会呢 如果 如果王金平能够成为候选人 当然不容易啦 你要整个台湾人认同这些 老政治家 成为候选人 其实不容易 因为他们有他们的背景 有些事不能够接受 但是我如果他们经过了初选 公平的初选 真的是王金平前 这个院长 能够成为候选人 哇韩国瑜一定是 大力浮选 当然副总统绝对不会是他 他会大力的浮选 现在台湾的这个选举局势 真的好看 比电影故事还精彩 我们这些所谓的海外韩粉 我们 对我来讲 叫国民党派出选举过程 干干净净 初选过程干干净净 派谁我都 我都 我都支持啦 包括那个相公嘛 那个相公是不可能胡拍 但是你们 他真的给他胡拍 我也支持 是这样的 这个就是我个人 太精彩了 那我们新加坡的呢 也精彩啦 我们最大的反对党说 今天 讲了 现在来接大选 我们有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是我早早就提出来 真的 我很早就提了 我们一定要 不可以派 你不可以派20 25位 你必须派三分之一 就是假如有90 个国会议员 你就要派30一个 你要三分之一 30个 你要派30个 你要赢得三分之一 你不可以派30个 他说他要赢得三分之一 对不对 这句话很厉害 我觉得这个新的主席 这个 一担心也是很有智慧的一个人 他说他要赢得三分之一 要赢得三分之一 假如是90个席位的话 不是派30个席位的候选人 要派60个候选 派50个 派40个 要赢30个 为什么 因为能够监督那个宪法吗 一党独大 不管你这个政党 多么 青年也好 你独大就不行 包括台湾 我们看到了 国民党独大了几十年 台湾人民 不能够接受 民进党也是 独大了 现在就独大嘛 人民也不能够接受 我认为全世界任何一个体制 假如有独大就开始有腐败的 的诱因在里面 因为你独大嘛 讲话就大声了 自己决定什么就是决定什么 诱因就会 诱死人性了 就会有腐败 就会有偏堂 裙带 裙带风最可怕的 当然我 我也坦白说一句话 如果你的孩子真的有本事不要急 不是说爸爸不可以教儿子 继承他的事业 很多企业家孩子继承事业非常成功 是 我们看到 的确有在台湾很多企业家 他们的第二代也表现得很好 虽然人家说富不过三代了 但是这个东西就是这样的 裙带关系真的有料 有本事有本领有领导有组织能力能够继承 副业是可以传下去的 但是要经过一个真正的所谓的选举啊 内部的争选 我不懂我们的有没有啦 听说他是喝咖啡的啦 现在传给人不懂传怎样啦 我就说四只马片三只马 三只马片两只马 两只马表面上那只最红的马 他要说看他大选的表现 如果大选表现得好 他就没问题啦 但是你要他表现好 你自己又不退位 然后你说你要带领 你要他带头 然后你又不放心 你要看他表现 然后你自己也不要放手 然后你说你要带领 假如赢了你说是你带领的好 假如输了你说因为他 人民不要他做头 当时又说可能因为他身体不好 所以还是本来第二位的 还是变成第一位 看啦我们看啦 信和不信也是真的是 哎呀很累啊 对不对新加坡人 现在你也要说什么 最大的在野党说要三分之一 听起来是比从前 只是派20到25个候选人 来得有力度 来得有力度 那对我来讲我很简单 我绝对不相信一党独大 我绝对不相信 这个能够所谓的独霸 自己的整个政坛 真的不可以的 一定要有优秀的在野党 能够监督政府每个国家都是这样 就算将来国民党真的在台湾能够翻转 成功也希望其他的在野党能够好好的 监督国民党 所以我们都在监督啊 就算我是韩粉 我不关我的事我是海外 但是作为一个国民党是我老爸 我老爸不是国民党是我老爸 我老爸是国民党 我有这份感情 那我有这份感情你们说我有错吗 可能你们当中有些网民说 哇你现在好像是台湾人了 你好像是高雄人的 那你要我怎样 我最少我还是拿红灯件 我没有移民啊 但是别人很多移进来了 移人那些人进来孩子不用当兵 他自己不用当兵 没有自己不用当兵 等到孩子以后来当兵 但是他有投票权 他连我们 你问他几任的总统的名字 他可能都不清楚 他连选举都不知道是选什么 他一拿红灯件下个月他就可以 选举的话他就有这个投票权 你说可以吗 这些人进来 我们就说他是新加坡人 那我这个所谓的 南部的新加坡人 那我现在认主归宗啊 认国民党是我爸的 不理啦 新加坡政治 越来越糟糕 所谓的糟糕是什么 假新闻吗 什么叫真什么叫假 什么叫真什么叫假 我说你假我就把你抓起来 我说你假我就告你 我说你诽谤我就告你 我有钱我跟你玩 诶两个人告来告去啊 钱诶 有没有 什么叫什么 money power money power 没有钱啊 没有钱打什么官司 好像好像他配的吗 他配的那个Russian poker 我有钱我一直压你啊 我可以收哈 吓得吓死你了 我收哈了之后我还有一大堆钱 我这个收哈给你 等于你的一半 我下一局还是有 你被我收哈一下 输了就 再见 你离开这个桌子了 打律师 律师官司 没有 有没有什么律师费 从来没有人懂律师费怎么算啊 情费 懂了 堂费 律师根据他的名声啊 他收多少就收多少 你要心甘情愿啊 也是漫天开价 是不是 如果我这样讲 对不起啊 这句话可能会被输了 我说律师漫天开价 我是不懂啊 我觉得律师费就是 有没有一个标准的 现在医生有啦 有标准 其实律师也应该要标准 然后打官司 你要请律师 他应该列明那个价钱 清清楚楚 出庭医师多少钱 一个手续多少钱 一个文件多少钱 打输了 给多少钱 打赢了要给多少钱 没有啊 我不觉得我们有这些事情 所以律师费很可怕的 那你请律师 对方请律师 结果两个律师喝咖啡 庭外解决又傻傻 从前 不要讲这些 讲这些理想又说我 什么 庭外解决就解决了吧 律师说我已经跟你求情了 其实你不要跟我求情 我自己求情也可以 当年的律师讲 现在可能比较进步一点 事事论事 你真的 真的没有办法 所以我跟你讲 现在的这个社会就是这样 谁有钱谁讲话 你要打什么官司 人家的名誉 打官司赔偿名誉 我要你赔偿我的名誉 我要你赔偿我小兵的名誉 你的名誉值多少钱 你每个月赚几千块 你什么名誉 我赔你一年的薪水 我的必死 我的花生米 你要拿什么 我的名誉 我作为领导的名誉 我一天薪水多少 你破坏我的名誉 我让你请假当场 脱库 叫你道歉 赶快道歉 叫你撤下来赶快撤 但是呢 不一样了 现在 叫你撤下来 撤了还是掉样高 要高还是要高 所以你要了解 我们现在真的是 我们的网站 好像我现在在张杰这边直播 我是每天眼睛登转那些评论 不要乱乱讲话 那些小丑啊 那些乱乱爱讲话的 我把他们 我黑他们 我拉黑他们 我必必 我何必跟他们玩 你们这些网友 大概都懂 你们大概是谁 你们不会这样胡闹 有人胡闹的话 就是把他拉掉 赶快把他删掉 评论了 我要负责 这就是主教练的痛苦 决定还是在于我 亨利假如介绍 那个前锋给主教练 那个比利时的主教练 不接受那个 亨利所介绍的前锋 应应用另外一个 听不好的话 主教练 answer for that 因为董事局在看 那些赞助人 球队后面有 有board of management 他们在看 看这个球队 不是主教练最大 还有上面 所以你说主教练是不是 潜家 潜兵 要将他作为一个 final say的人 我只是这个意思罢了 里面 我哪里敢 我的这些网民里面 有些是我老师 有些是我的长辈 有些是我的恩人 奇怪哦 我叫他们做陪 在我的网页里面 陪念 陪念员 他们没有 他们没有误会我的意思 他们这是学有专长的人 他们没有意见 可能他们笑我啦 但是他们 他们笑我 我也干 我也 我也 说哎呀 你不好意思 我用可能我用错 我不应该说 我是主教练 你们是陪念 但是他们不会生气 他们明白我的意思 我纯粹是说这个网 这个群组是我负责 所以我是主教练 可能用词不当 但是他们不会这样 他们 我到现在还没有听他们 他们来过来跟我讲说 哎 你怎么可以这样讲 假如他们其中一个来跟我这样讲 私底私涵给我 你怎么这样讲 我一定道歉的 啊是啊 我不应该说 我是主教练 所以我后来不是改咯 我说我是主教练 他们是顾问 所以他们是顾问 他们这几个顾问都懂啊 他们不会 只有那几个啊 高高瞻的 那自以为是咯 玻璃心啊 被 被 玻璃心 吹了 玻璃心 咽不下这口气啊 为什么我让你张杰 带 做 做头 那你是推出这个群组啊 我不是写的咯 如果你不觉得 是 你就退嘛 我没有 勉强你啊 我 我不是 绑住你啊 哎呦我奇怪哦 今天来的第三 我还是在讲 我还在念 所以这个 我这种人真的是小人 我承认我是小人 你对不起我 我真的整天追你 是吗 我只是跟你讲 不要这样 很不好 现在啊 亲近多了 他们 你看 你们自己看 台湾的这些网民 他们都在 没有一个人 针对我发脾气来 他们还担心 我到底发生什么事 他们以为是 假韩粉 欺负我 他们以为是那些对手 派人来欺负 因为现在在韩国瑜的那些 后援会的那些网站 包括所有的 新闻报纸 媒体 你看到 对手已经派很多人进来 好像白冰冰之前我 我贴一个帖子 就有一个 起初说没有质感 没有质感 到最后他跟你讲什么 要台独要什么 哇 金叉美了 金可怜了 到最后 几个 几个 韩粉 很会 跟他 辩论的 让他完全没有话 就要讲 台独去打啦 打啦 你们会讲 你们已经全民之争 为什么没有台独 都不敢嘛 知道这个是错的路 所以你看 还是有这样的人 意见不同的 但是他们不要用那种 就是说 你做不好 你就 证明你自己做的好吗 整天就是打压 打压 这个韩国瑜 做什么事都是错的 他的部长 做什么事都是错的 他的夫人 做什么事都是错的 迟一点他的孩子 做什么事都是错的 但是我跟你讲 我已经讲了很多次了 我希望对手听到的话 因为接下来这个成功的话 会放在韩国瑜后援位 肯定有那些对手 你们还是这样 意识形态的这样打压 你们还是这样的 吃醋酸民似的 去打压 你们越打压一次 韩国瑜的声誉就越上越旺 整个高雄就越 越永远留在 就是你没有办法 你没有办法拿回了 你以为这么容易 努力接地气 你们新的行政院长说讲 要赶快回去接地气 你们没有接地气 并不是因为这一届 你们已经早就没有接地气了 早就已经跟民众脱离了 那我们那边的首长也是 他以为接地气是 就是在人民行动 哇我讲得很白 他以为接地气 就是我们所谓的俱乐部里面的那些人 他说你们俱乐部的人在一起 把这个人当成是你们第二个家 什么第二个家 对我来讲没有啊 我的家就是我的家 我第二个家在另外一个地方 我也不要讲出来 你以为多少人参加这一种俱乐部的 我问大家 一座主物 我们大概有一百户人家 有多少人参加这些 有啦偶尔参加啦 中秋晚会啦 什么过年啊 蛋糕啊 庆祝啊 访问啊 有些人去跳 有些人参加那些补习班啊 自助会啊 学烹饪啊 没有多少人把他当成第二家了啦 自己的家的搞不到 还有第二家 所以你以为接地气吗 也没有啦 怎么接地气 不是 接什么 没有办法接地气的 不是这么简单的 当你已经失去那个 已经 已经满久了 二三十年啊 人家含泪投票 突然之间对手当中来了一个韩国瑜 我还在看这本书嘛 本来我要讲这本书啊 我发现我真的不够水准 做导读员了 你就导读了一篇之后 就到现在迟迟不敢再导读 但是你看里面韩国瑜的出身 不是省油的灯啊 不要以为他就真的 他讲他是卖菜狼 你就以为他是卖菜狼 那你这么简单 你看这个人 政大东亚所和弹大国际战略研究所 都选择他 结果他选择政大东亚所 学习的是什么 两岸关系 世界政治 这些是他的专业 现在他都没有用到他的专业 他在带领高雄是聘经纪 但是他是不是经纪的人才 不是 但是他懂得用经纪的人才 他懂得用人 他用对人 用好人 用善人 来完成他的所有的市政的工作 看他的教育部长 我在看 看他的观光局局长 看他的副市长 工程 那找几个专家 李洪源 提供那个水利的 接下来还要处理 因为当今年八月 下半年 风灾水灾来的时候 他要面对很大的挑战 在台湾是这样的 我把政权交给你的第二天 你一拿政权 就是为你试问 不要跟我讲 是前朝所留下来的 所以他们就是这样吗 他们现在就是这样 所以你去想 韩国瑜真的不容易 但是 我相信大家对他是很有信心的 然后他是非常能够捕捉镜头的人 去到哪里 大家都听说他去 他去参加一个庙会什么还是 跟前总统在一起的时候 哇那个那只马都没有办法跟他跑 每个人都找他拍照 找韩国瑜拍照 论英俊潇洒还是那个那只马比较英俊潇洒 对不对 曾经也是风光 在台湾的政治史上最大的 这种肇事活动里面最抢手 最疯狂 让选民最疯狂的 就是那只马 还有那个匾 第三个就是韩国瑜 而他们说韩国瑜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比当年那两个总统 在肇事晚会做候选人的时候 所带来的那种疯狂程度 那种拥戴的程度 韩国瑜是超越他们 而且不要忘记 最大的本事是 他不是在他自己的大本营里面被拥戴 他跑到 他跑到的 那个是对方阵营的 深律 三三造势 如果他在他自己的大本营 更可怕了 对不对 如果我们用这样的推理 所以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 所以上次阿扁他还只能够在他的这个选区还是稳稳的 稳稳吃米粉 到高票当选 不管他做了什么事情 这是他的大本营 台湾人就是这样的 但是你看 就是一输了这个高雄 元气大伤 接下来 兵败如山倒 兵败如山 一定倒 很难了 很难抓回了 因为什么 你没有看到 输了之后 他们好好的检讨 还是在意识形态 那我们的呢 我们的真的是 表面上有利益在野的这些 就是资政党做不好 在过去这几年 但是我们真的会利用吗 很难啊 我告诉你 我讲一个最简单的 甚至还有几分钟 整个巴雷巴的空军基地 离开之后 那边是新加坡重要的一个地方 将会建造新一代环保 好像所谓的 在Bindadari那一些 现在在Ajunia那个Bindadari那一些 他们是试验期成功的话 接下来整个芭蕾巴都会建 领导只要跟你讲 你们要投票 选要不要离开你们原本的地方 去新的地方 给你们最好的设备在那边 你们不要去 你们就留在原来的地方 你们去 你们的屋子 重新一个99年 你们不去 你们这边剩下 剩下50年60年后 我就要跟你们说Saya Nana 然后另外一个条件是 你不属于我支持我的一群人 当我做这个 优先次序 几时排到你 你没选我 永远排不到 就像当年的电梯翻新 你不选我 电梯不要翻新 然后后来人家就知道 电梯不要翻新也无所谓 有些翻新的也不顾身 但是这个不同 你没有了 你99年后就拜拜了 Saya Nana 你已经用了二三十年了 你现在60年 你当然看不到 你还只看得到 你没有了 那边新的 整块地方 建很多那种环保 主物 有二代三代四代同堂 含泪投票 是不是 这些就是问题 你说我们会不会 每个人都希望再也赢 所以你对后港的居民 永远就是 saduce 但是有多少 能够成为后港 有啦 现在有一个继选区啦 阿玉尼继选区啦 他们选民们会不会继续这样支持 在上一阶大选已经差不多了 这一阶能够赢回吗 能够 继续吗 很难 我不是唱衰了 真的很难 真的很难 很多到最后都是含泪投票 蒙着眼睛投票 或者说你自己不投叫我投 我为什么要投 你们当然啦 你们又不是我那一区 你看到时候是这样的 当然我希望是 有一定能够的债野 或许我们还是会去做义工 去帮忙 但是你发现 真的是很难的 是不是 好啦 尽管我不懂效果如何 好的话就 一句话阿们 不好的话就不扁 就是这样 再见